好,今天就到了房子装修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安装Solar Panel 太阳能板 Solar Energy 光伏能源 那这一次很高兴我们就跟Edcar Energy 合作 我们这边将会安装19片太阳能板 每一个月 Average 能够 generate 1200kWh 相当于可以让我的电动车 0-100% 冲15次 行驶5000到6000公里 能够为我省下这样子的一个电量 那当然这次Edcar Energy 呢 我们就跟华为合作用了这个华为的 智能光伏的这个逆变器 还有华为的Optimizer 光伏优化器 为什么需要Optimizer呢? 因为虽然马来西亚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国度 但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乌云 都会有阴天下完雨要下雨不下雨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Optimizer 就能够去优化每一片板 接收到的这个能量 让它最大化它的这个 发电量 所以这一次啊我们就 Edcar Energy 帮我们处理了整个installation 包括跟DNB申请啊 然后马来西亚的这个NEM的计划 像我们可以回扣啊 有一些多余的电量可以卖回去给 我们的这个 DNB 包括整个安装 你看到整个支架等等 都是一条龙的服务 帮我们处理到晚 还有Unitred 提供的 Astronergy 610W 太阳能板 那Unitred 是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建材和太阳能 组件供应商 那Astronergy 的这个是 N-Type 的双面电池板 最大的模组效率可以达到23.3% 而这款太阳能板的610W 输出就像一台 拥有600匹的跑车 它能够在短时间内提供强劲的动力 对比一般500W 左右的太阳能板 它多了100多W 在同样的空间能够产生更多电力 效率更高 而这款太阳能板采用多组三半片技术和无损切割技术 提高了抗压能力能够抵抗极端的天气 像是大风大雨 就像一个采用了碳纤维车体的跑车 既轻又强 另外Astronergy 还提供15年的产品保固 和30年的功率线性输出保固 所以今天这期就很高兴大家来看一下 我的房子在安装太阳能板的这个过程 也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对于即将要准备买电动车的朋友 也可以有一个 多一个计划让你去省家里的电 可以帮电动车充免费的电 Let's go 为什么要安装Solar System 首先马来西亚的电力结构是高度 E-Line 天然气和煤炭 这两个加起来占了近80% 而太阳能属于可再生能源 在产生电的过程中不会 或极少排放二氧化碳 在运行的过程中也不会产生废气 是典型的绿色能源 绿电 再来马来西亚地主赤道附近 全年温暖 气候变化非常小 月平均温差不到两度 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统计 全年平均每天日照 差不多六个小时 虽然午后常会有云层 但日照时间总体来讲 还是相对的均衡 安装太阳能板的步骤就是 首先要安装支架 Mounting Structure 首先要在屋顶或地面上安装支架 确保其牢固并调整适当的角度 以获得最佳的阳光照射效果 那接下来呢就是安装太阳能板 然后将它固定在这个支架上 使用螺酸或者是夹具将其固定 确保稳固不会因为风力或者是震动而去移动 再来就是布线 连接DC和AC的电缆 那使用DC直流电缆将太阳能板连接到逆变器 并确保所有的接触都防水防尘 然后使用AC交流电缆将逆变器连接到电网 那为了保护电缆和保持布线的整齐 使用线槽Trunking将电缆封装起来防止外部损坏 在系统中安装太阳能配电箱SolarDB Box里面有 断路器 Breaker和SolarMeter 确保系统的安全和稳定运行 完成所有连接过后进行系统测试包括电缆 电流功率输出检测 确认一切正常之后就正式启动系统 开始发电并入电网及为设备提供电量 那这样的步骤就能够确保太阳能系统 能够安全稳定和高效的运行 在每一片太阳能板的后面都安装了这个 Optimizer 那为什么需要Optimizer 因为有时候 某一片板如果它太阳没有晒到 或者有阴影遮到就影响到整体的效率 Optimizer就能够将每一片板独立化 让每一片板都能够单独的generate电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手机的app 去知道每一片板 万一有哪一片板它的效率比较低 你能够去 马上找得出来 所以是一个非常 高科技的东西 Alright 经过了两天的这个安装 我们终于完成了19片太阳能板的这个 Insolation 其实是只需要一天 只是因为昨天装到一点的时候就下雨 然后 今天早上10点继续装到一点 之前就完成了19片板 那它预计每个月可以为我generate 1200kWh 相当于15次 Fully charged电动车的这个 电量 当然还没有考量到我家里面可能要开冷气啦 然后用很多东西等等 那因为太阳能呢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 DC直流电 我们需要用 inverter 逆变器 将它转换成为 AC 用在家里的 电冰箱啊 电风扇啊 空调啊 冷气这些东西 然后在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开箱影片的时候 就发现到在 影片底下最多观众讨论 最多人在 分享的意见就是 关于这个 inverter 逆变器 因为它对于太阳能使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它会产生 可能有点声音啦 或者产生一点热能啦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 安全是一个大家最关心的 因为你装在家里面的东西嘛 对不对 然后它又是一个会发热的东西 所以这个我们这次会选择华为的32000 逆变器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看中了它的 Safety 它具有两个重要的功能 一个叫做 AFCI ARC Ford 的这个 Circuit Interruptor 也就是说这个 AFCI呢 它是一个 预防的机制 然后它还有一个叫 RSD Rapid Shutdown 一个是用来 预防 一个是用来去 紧急的去切断 它的这个电源 所以讲到这个AFCI 就要靠这个 华为的 Inverter逆变器 所以它一侦测到有这个 ArcFord 就是电弧反应的时候 就是像我们打火机 Lighter 打了说它那个Sparker嘛 它可以在0.5秒里面 去切断这个东西 去保护掉它 不至于说它会引发 火焕的发生 它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机制 再来第2个呢 就是透过华为的 Optimizer 它有这个Rapid Shutdown的功能 所以当它一侦测到有什么 所谓的不对路的时候呢 它就会 在最短最短的时间里面切断这个电路 在30秒里面全部下到低于30个V 所以这个 AFCI跟我们讲的Rapid Shutdown这个功能对于 一个Inverter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把这个 华为的这个 Inverter 装在了我家的这个 算是Store Room啦 一个储物空间 但是我们在经过了AFCI Energy提供的这个 Solar Energy的 Solution之下 我们就 进行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设计 就像这个是 获得了很多这个设计大奖的 华为的Inverter 它长得非常的 时尚 它不会像一个 很突兀的一个东西 虽然装在我们的Store Room 看起来还是 相当高科技的一个设计 然后在它下面这边呢 它就有这个SolarDB 就跟我们家原本的这个DB Box 给区分开来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透过这个SolarDB去看到 Generate多少的电量 而且它也起到多一层的这个保护机制 我们会选择华为的这个 Inverter和华为的整套太阳能系统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 华为它可以透过手机的App 去查询知道太阳能 它能够Generate多少电 电量怎么样分配啦 然后如果你Optimizer 它可以透过App 就能够知道每一片版的效率等等 所以你人不一定要在家 你可能在国外可能出国 你也可以用手机的App 联网来知道这个太阳能 家里的太阳能是怎么运作 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 华为它不只是有 Optimizer Inverter 它还有这个 Smart Charger 就是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我自己有两台 电动车都需要充电 都需要Overnight的充电 然后每一次充电都可能需要 5个小时到6个小时 所以这一个华为的Smart Charger 它是一个 讲求设计的Smart Charger 因为它曾经获得了 Red Dot Design Award 红点设计大奖 所以它整个设计就是相当的 时尚 相当的精美 就好像一个 知道吗 好像一个手机 一个Tablet 这样子啦 所以这一个 Huawei Smart Charger 它是一个支援 Single Face 跟3 Face的 所以3 Face 就代表它是 UP 22kW的 SE 当然如果你的车子UP 11 它就11 如果你的车子UP6 6 它就6.6 对不对 它是根据你车子的这个电量 所以啊 因为我在 开始知道要装它的时候 我已经 跟D&B申请说我要 upgrade 从Single Face 去到3 Face 所以我就能够 最大化我的这个 充电的这个速度 这样子啦 华为的产品有10年的 Standard Warranty 消费者可以选择购买 延长到20年 Warranty 然后在特定的部件 它也提供1对1的这个 replacement 所以啊 这一次能够跟 Edcar Energy 合作 然后还有这个 Unithread 提供的 Astronergy 610W的 太阳能板 到华为的 Optimizer 光伏优化器 还有这个 Inverter逆变器 有保护机制的 功能手机的App 到家里充电的 Warranty 这是一个 一个 Ecosystem 能够让我 在自己的家里面 也能够用 阳光 看到吗 本来我家里是 这边是封掉的 就是 不是 Texel那个封掉 是封住的 然后我们就把它打开 因为 我们除了要用太阳能 Generate那个电量之外 我们也要太阳的光 采光 透光到家里面 不会这样昏沉沉 暗暗这样子 所以 整个东西都是根据 怎么讲 我们尽量让自己 自给自足 采用所谓的 绿电 家里的绿能 然后我们不只是省电 因为有时候 可能我会用到一些 多余的电 你将Generate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 跟政府去 有一些配套合作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再次感谢 Edcar Energy 提供了 Solar System的 解决方案 还有 Unitrade 还有华为 等等 所以预知更多详情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是 我即将会做 新物质的开箱影片 所以预知更多详情 千万不要错过我的频道 记得留意 Subscribe 订阅我的频道 我将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跟大家 一一的 讲述 这一整间家里 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 这样子啦 Right So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221 Cut 出品的